在我小时候的一个夏天晚上,因为我爸妈出差了,我自己一个人在家。 我们住在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里,公寓在一楼,一进门是客厅,左边是厨房,再往左才是我的卧室,最右边是我爸妈的卧室,所以他们卧室离我很远。 晚上,我吃完了晚饭,在回自己卧室之前,因为窗户都装了房道,我把客厅和厨房的窗都打开通风,把客厅的门锁上了之后,我回到了自己卧室并锁好门。 我关了灯,坐在床上看电视,看了大概一个多钟,我不小心睡着了,还做了一个噩梦。 梦里,我躺在床上,听到窍门声,声音越来越大,我意识到自己在做梦,却醒不过来,这种感觉很难受。 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,突然听到一声尖叫,我猛地睁开眼,醒过来了,我的心跳得很快,满头大汗。 我坐起身来,用眼睛扫了扫房间,再看了一眼我的闹钟,发现已经凌晨一点多了,我又躺了下来,我闭上眼睛继续睡。 突然听到卧室敲门声,因为刚才的噩梦,我还没反应过来,以为又回到刚刚的梦里,但这次我觉得,我是真的听到了敲门声,于是马上睁开眼睛,猛地坐起身来,屏住呼吸,盯卧室的门,仔细留意外面的动静。 我听到,三声缓慢的敲门声,我的第一反应是,我爸妈可能提前回来了,买了好吃的,想叫我出去一起吃。 因为我爸经常半夜回到家,就来轻轻地敲门,看我睡着没有。 我起身,朝门口走去,走到一半,我停了下来,觉得有点不对劲。 因为我爸妈到家之后,通常会发出一些响声,比方说,开门的时候钥匙卡拉响的声音,又或者是我妈高跟鞋的声音,但这一次并没有这些声音,外面很安静。 我就这样,站在门旁边,然后小心地喊,是谁在外面。 外面没有回应,于是我打算再问一次,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,再次听到了敲门声。 只是这一次,敲门声很急促,仿佛是在说,我有急事,快让我进去。 我有点不知所措,我想,是不是我爸在门外,他被人掐住了脖子,不能说话,只能敲门求救。 如果,他是在叫我帮他,怎么办? 虽然我很害怕,但还是努力让自己冷静,再次问到,是谁在外面。 这一次,还是没有回应,我又说,爸爸,你快说话,这一点都不好玩。 外面安静了几分钟,突然,有人在外面撞门,他们又踹又踢,门砰砰的直响。 我觉得,外面至少有三个人。 我真的被吓到了,哭了起来。 我不断向后退,躲在房间的角落。 猛烈的撞击,持续了几分钟之后,外面又安静下来了。 我坐在角落里,低声哭泣,不敢发出声,只能用手紧紧捂住嘴巴,眼泪不停地掉。 门,也没有再响了,我认为没事了。 不到一分钟,我再次听到巨响,他们又在撞门,门感觉快被撞开了。 就在这时,我听到金属撞击发出的喀拉声,就像从刀具抽屉里拿刀发出的声音。 我知道,我再不离开,肯定完蛋了。 于是,我爬到梳妆台旁边的窗户,慢慢拉开窗帘,然后打开窗户,爬出去。 我站起来,马上往附近的警察局跑去。 我非常激动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警察打了电话给我爸妈,并在电话里说明了情况。 之后,去我家进行取证,他们在我卧室门外,发现了一个烟头。 厨房的桌子上,还放着一把黄油刀。 后来过了几个月,我们就搬走了。 我不知道,那晚的人是不是就想吓吓我而已。 但是发生了这件事,我比以前更加的警惕了。